欢迎网友收看张教练桌球教室 本集主题是反手推球 今天我们来教反手推球 那我们在教反手推球的时候 我们先教一下站位 这样一开始在学的时候 先把左脚踩在左边白线的地方 稍微转 然后就差不多也是一只球拍的 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 球拍能放在我们的胸前 不要让它冷的 也不要让它太直 大约是这个地方 放在胸前 然后呢 手 这个地方要围平 围平 然后身体蹲下来 等球矮的时候呢 对准它的最高点 然后对准球矮的正中心 往前推 比如说我现在要打斜线 就可以到我要推的地方 往前推 然后我还推 然后身体呢 跟着球 还稍微做一点点的运动 这样就可以了 请问教练要如何运用手腕 我们一开始学满手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用手腕 多用这边 把它推出去 多推一点 然后等你有逆的程度的时候 再打到球的那一张纜 再加一点点手腕 这样球就会比较不一样 也会打得比较漂亮 有一种反手推球 以手肘为支点 往右前方推 什么时候要用这种方式 反手呢 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当时的时候 都是用推的方式 A到A 然后直直出去 一直地回来 直队直去 一直地回来 当这个学完的时候呢 接下来可以开始 转这个地方 这个是小手腕的地方 像这样 那这两个怎么用呢 通常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往前推这个东西 多少少都有用到借力的东西 借力 那再转这个东西 这个动作呢 通常都是 我想到 阿顿的力量 在打这个球的时候 我们就会加在这个地方 如何运用到下半身的力量 如何运用到下半身的力量 谢谢教练精彩的解说 谢谢张教练 感谢网友收看本集节目 最后让我们复习反手推球的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